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欢迎收看本频道,很开心见到各位 身为游戏人,要职游戏室 预备在9月24号宣布取消参加东京电玩展 当时不少人都嘲笑预备怕在现场被玩家暴打 所以才取消 然而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原本预计在11月中上市的测课教条 《暗影者》竟然延期到明年的2月14号才上市 这是为了给我们看黑人武士跟信长啪啪啪 所以才选在情人节上市吗 官方说法是为了更好的游戏体验才延期 那究竟是修改了什么,删掉了什么,没人知道 也不知道是不是怕被刚亮相的羊蹄战鬼打败才延期 但我希望他们能尽可能降低正确内容 不过《暗影者》毕竟都快做完了 要打掉重来真的不可能 要临时换掉主角也不可能 因此成品究竟会长怎样 有待明年上市的表现 我一直都很喜欢玉璧的自大嚣张 其实玉璧用心良苦 每天都在想笑话给大家笑 但是这一次 总裁说玉璧是一家与娱乐为主的公司 并不打算推动特定的社会议题 态度明显软化 不再与玩家针锋相对 相信大家都很希望这位总裁能说到做到 不要这样满满的正确恶心人了 也希望他们真的能回归初衷 记住 我们这些买游戏的玩家才是主要客群 不要听正确宰在那边乱讲 另外 《星际大战》《王命之徒》只卖80多万份 销量远低于预期 所以宣布将在11月21日登陆Steam平台 虽然不确定有多少人是买预逼的会员 完完就没再续定 但说真的 只卖80多万份对一款三爱游戏来讲 实在是非常丢脸 如果当初把女主角捏成大奶正妹 相信销量绝对能翻好几倍 哦对 看看股价那漂亮的悬崖 投资者一定哭死